大家好,我是贵阳的汤星剑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用美工笔来写最简单的一个祝福语 就是祝你生日快乐 首先我们直接开始 美工笔拿在手上,这个笔尖稍稍朝你的左前方 这个角度是比较正确的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柱子怎么样去写 柱子首先先写这点 这点在整个下面部分的右边 不要问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一个首点右移 是一个结构上的一个技巧 然后下面的部分 这本来是一个柱子跑 笔顺有所改变 先写横,再写竖 然后写撇提 把那个撇点就直接藏在了快速运动的笔画当中 行书和行凯的笔顺和凯书是有点区别的 然后这边这个口子不要写到比点还要高 在点的偏下方一点写这个口 口是一个上大下小的梯形结构 倒梯形 好,这个地方的撇写成一个柱笔 柱笔什么的 只要叫停柱往回带 不要甩出那个撇的尖尖来 往回带 直接带回来写这个竖弯钩 竖弯钩 这个钩可以有一点点往回钩的这种感觉 那现在更好看 好,然后绳子 绳子呢是把第一个撇和横连在一起写 撇横直接连在一起写 然后带上去写竖 好,然后这个时候笔顺也是有变化的 凯书当中呢是撇横完了再写横 然后竖横 而这里呢是先写竖 竖写完了之后带回去写横 再带回来写横 也就是说把最后的横竖横变成了先写竖 写两个横 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像一个结一样 打了一个结一样 这个结呢叫图线结 好,然后写日 日呢 这里我多讲一下 这个日 日要写出一个什么感觉来 它关键就是 这个框框给人的感觉 这两笔有一个连带关系 两笔有一个牵丝 连上 这样呢比较有速度感 有个什么关系呢 我现在换一个细点的笔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日的结构 我们不要把日写成一个很方的这种情况 而要把它写出什么来 让它有一个腰 我画夸张一点它就是这样的 像人一样把他的腰写细一点 有点往里面挺 看到没有 有点这种感觉 好 当然也很重要的 那三横之间距离是一样的 包括升啊 三横之间距离一样的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 好,筷子也是 竖心旁的笔顺也有所改变 先写两个点 而且两个点呢 直接连起来写 先写两个点 点带过去写这个点 这个点其实可以不用写 一笔带过 直接往上写这个数 先写两点再写数 好,然后这边 基本上在从这个点差不多平起 写这个横折 横 好,这个撇呢 是一个竖撇 在上方先写数 穿过所有横之后 再写撇 上方是数 穿过所有横之后 慢慢撇过来啊 然后这个点离它远一点 不要连在上面去点啊 离它远一点 把这个纳给成一个点 好,然后乐 第一笔撇这个平撇 速度快一点 就可以写出这个间间了 然后撇退回去一点 写折 好,其中 其实这两笔之间距离挺大的 空间挺大的 然后写竖 勾 好,这个竖勾呢 并不是在这个横的中间 而是在这一横呢 有点偏右的位置 竖勾 第一个点竖着一点点 直接从横上接下来 写竖起来一点 第二个点呢 平一点 这个乐不是很好啊 祝生日快乐 这个乐呢 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啊 就是我们所理解的 很多人写这个乐啊 很容易写成这样 下面部分写得很大 其实这个竖勾 穿过这个横之后 下面部分并没有多大 甚至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他们是均等的 这两个部分基本上是均分的 看到没有 好,然后我们来进入实战 祝谁生日快乐 你要祝后面应该加上他的名字 比如你的女朋友过生日了 你要写一个祝谁谁谁生日快乐 这样你还得专门去练一下 你女朋友的名字 这样挺不划算 因为你以后如果换了女朋友的话 你还得重新练其他人的名字 那怎么办呢 这样来啊 跟我做 真正写的时候呢 就可以不要 不一定写在格子里面了 把所有字能挨近一点好看了 好,就不要练名字了 反正你跟谁都可以这样写 祝亲爱的生日快乐 好,这个亲爱的这几个字呢 我就不说了 这也是考验你们悟性的时候了 好,到这里又用到刚才讲的东西啊 笔顺改变数横横 我感觉我的笔快没磨了 如果没有磨 我就用粗一点的中性笔给它写完 尽量 好,已经快撑不住了 加油我的笔啊 哎,应该可以啊 好,祝亲爱的生日快乐 好,今天的教学就到这里 大家再见